台積電全球擴廠馬不停蹄 不只日本雄門廠即將在2月正式開幕 二廠也規劃將在4月開工 現在更傳出大阪有機會成為台積電日本三廠落腳處 之前台積電在大阪就有設立設計跟製程的研發中心 所以在當地設3奈米的晶圓廠 其實也是很合理的決定 過去這兩年的貶值 讓日本在半導體產業更有競爭力 產能分散的一個考量 那麼畢竟因為在日本地區地震其實是比較頻繁一些的 供應鏈透露台積電在日本大阪 橫濱 其實都設有設計中心 不過大阪擁有地利之變 條件優於橫濱 因此蓋3奈米廠更有利於完整生產鏈 縱觀全球除了護身最高的大阪之外 台灣南科以及美國亞歷桑那豬廠 也都是台積電3奈米生產大成 金額佔比來講 那幾乎都可以達到台積電在日本設廠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亞洲的一個文化差異性也會比歐美要來的小一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日本也就成為了台積電 目前在海外設廠的一個重鎮之一 台積電海外佈局受到關注 在全球晶圓代工台積電市佔率已近60%持續領先 反觀對手三星只有13% 而聯電格羅方德中芯國際則努力追趕 不過在劉登一宣佈退縮後 未來的海外庫廠重責大任將由畏者加一間扛下 得在成本獲利跟地緣政治中取得平衡 三星圓中文略论副詞 台北報導